我手里拿着的就是一张退役军人优待证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卡面上有天安门长城光荣花等元素 同时还印有着持证人的照片以及服役年线等信息 那么这张优待证它不仅仅是持证人享受优待的凭证 更是退役军人光荣的象征 从今天开始北京市完成了建党立卡 以及优待证申请审核通过了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服对象 就可以陆续领取到优待证 所以您就拿着一会儿拿着您的身份证户口本 还有您的转业证等证件给您先做一个建党立卡的信息采集 在北京市西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办理优待证的退役军人介绍申办流程 优待证由全国统一制发 以银行借记卡为载体 具有彰显荣誉身份识别待遇落实等多种功能 持证人可凭优待证享受国家和北京市优待目录清单 退役军人事务部与相关单位签署的优待类协议中的优待服务 以及社会各界主动提供的优待服务 转业到地方后仍然能感受到党和国家 对我们广大退役军人的关心和关爱 为我们统一制发了优待证 优待证不仅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功能 而且让我们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被便于优待证的申领 北京市各区 街道 社区采取张贴喊报 网上推送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同时通过增设网点开通电话扫码预约 方便退役军人就近快捷办理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实 做细 做贴心 我们提前制定预案 周密部署 为高龄和伤残军人提供上门的办理服务 为的就是为广大退役军人和优腐对象 提供更优质 便捷和精准的服务 自今年4月1日以来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面展开了 退役军人和优腐对象建党立卡及申领工作 这张卡片虽小 但却承载着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对退役军人的巨大关心和厚爱 作为退役军人 要始终牢记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本色 切实真是政治荣誉 努力做到退伍不退色 退役不退制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表率作用